洛杉矶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9点20分发生枪击案 一名穿着迷彩服的23岁男子保罗·西恩夏 持着AR-15步枪进入第三航下 对着TSA 也就是联邦运输安全署的检查站开枪扫射 现场立刻陷入恐慌 目前确定一名安检人员中弹身亡 还有至少6人受到枪伤 嫌犯随后遭到警方开枪击伤 洛杉矶国际机场立刻全面封锁 班级骑降也受到影响 所有旅客滞留机场 来看本台记者刘怡君来自机场的采访报道 洛杉矶国际机场发生枪击案后第一时间 机场立刻封锁警戒 大批警力来回穿梭 原警带着警犬寻找可疑包裹 所有旅客被强制撤离案发的第三航下 纷纷疏散到其余航下等待进一步通知 准备进入机场的旅客则全部被封锁在外 临近街道进入管制 洛杉矶国际机场警局局长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作证指挥 920 this morning an individual came into Terminal 3 of this airport pulled an assault rifle out of a bag and began to open fire as you can imagine a large amount of chaos took place during this entire incident we believe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was a lone shooter we feel confident that this particular incident is tied to Terminal 3 and Terminal 3 only 这是洛杉矶国际机场自2002年7月4日国庆日发生枪击案后 11年来第一起枪击案 洛世市长贾希提指出 首先我想要感谢法律局局局长 为了他们的尽力和维持的反应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状态 为了那些在航空中的安全 我们都相信我们都能够进行研究 必须能够进行研究的事件 你和公民都想知道 警方在第三行下内与单独犯案的枪击嫌犯吸烟下发生枪战 随后开枪射中西恩夏 成功将他制服逮捕 据了解西恩夏表示 他想杀死联邦运输安全署人员和朱 而在今天的枪击案中 有一名联邦安检人员被西恩夏射杀身亡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钟 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封锁暂时还没有解除 根据我们最新了解的状况 邻近城市的远景已经通通都被派到机场这边来进行支援 可以看到消防车警车还有防暴小组是不停的来回穿梭 还有警犬也在里面不停的去寻找是否有可疑的爆裂物 空中也有多架直升机不停的在盘旋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是 有三名男性伤患被送到了UCLA的雷根医院去进行治疗 其中一人伤势较为严重 另外还有两名伤患是被送到了UCLA的Harvard Hospital去进行治疗 有任何更新一步的消息请锁定18台 我们会继续为您做最终报道 18台新闻张义瑞刘怡君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